你说带我吃的好吃的 就吃这个啊 我看你现在不是吃得很开心吗 是不是因为看到我 吃任何东西都很美味啊 遇了你好几天都在忙 没办法 因为杨阳走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 有没找到新的助理吗 不过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听说向俊失踪 把很多烂摊子都丢给你们 我看他应该是别有用心吧 他不是这种人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心理上 不太束缚吧 毕竟他一直以为 背后捣乱的人是你 发现不是我他应该 很失望吧 你们兄弟间 一定要一说到对方 就这么刻薄吗 好了不说他了 看看你的嘴 过来 过来吧 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 嗯 电话 还有什么事能比现在的事更重要 可是 是 仲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 可是我想再请求你 明天 我的电影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宣传 我相信这帮记者会很快找到你 我想求你 可不可以现在是 不要宣布我们分手的消息 所以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 拜托了 谢谢你 终梦 好 等一下 你们 你们分手了 什么时候啊 面前字 那下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你又没问 而且 если我还跟他在一起 又来纠缠你那样的男人 还值得你去爱摸 可是我真的感觉很对不起他 感情里哪有什么对合 爱和错 只有爱和不爱 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我对项鸳合尚不是 你要知道 感情是不能够平均分配的 所以我会把我能够给你的 都给你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 一定还是心存芥蒂 所以一直 实实不肯搬过来跟我住对吧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梧桐 你要相信我 你已经等了我五年了 不要再犹豫了 我懂你的自尊跟骄傲 但是不适合 拿来面对你最在乎的人 我哪有那么虚伪啊 你没有吗 没有 那你说 说什么呀 说你爱我 说 你尽了 我 futuristic了 你不談的 你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我反正在不认识 你感充太多了 进来吧 吴小姐早 早 早 吴小姐要出门吗 我一会儿要去上班 对了 赵某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呀 丽先生每天七点就出门了 那现在几点 现在八点半 吴小姐 来 吴小姐 您的药 这个药是给我的 是的 所有在这儿过夜的女士都需要 曼迪小姐也不例外 那 那 那这个碧云 是曼迪小姐自己需要的 还是利仲谋的意思啊 是利先生的意思 谢谢 我今天晚上有点事情 你帮我陪彤彤吧 待会儿我让剑东去接童童过去 哦 想你 嗯 他每一次给你打电话 时间都算得刚刚好 我 我 你走吧 不要让他等太久 小王子问狐狸 训养是什么意思啊 狐狸说 训养就是建立感情联系 小王子又问 建立了感情联系又怎么样呢 狐狸回答 那样就可以将原本毫无关系的两个个体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要是训养了我 那我们两个就彼此都需要对方了 嗯 谢谢童童